好 在過去這幾個月 大家都在說我們的荷包沒有變多 生活開銷卻是變多了 讓我們的生活很難過下去 年代新聞持續的幫大家 來把政府的每一筆預算 清清楚楚的把關 接著我們再來看看台北市 台北市的環保局修車廠 他們編列了1億7千萬元的預算 但是其中超過了1000億 將近1.1億 全部用在人事費用 等於是人事費用 占了絕大多數的預算 讓大家直呼太不合理 但是剩下寥寥可數的預算當中 竟然又有800萬 被編成工作績效獎金 平均修車廠裡頭每一個人 不管你是主管還是員工 每一個人每個月 還可以多領到4000塊錢左右 讓很多老百姓認為說 這預算也根本是亂編 但有議員爆料 修車廠一年編列1億7千多萬 其中七成運算全花在人事成本上 還包括876萬的績效獎金 通通有講 秋冬府中有多少 百貨是吹冷氣的也都有 但是他們加班費 666萬 平均起來高達 數千元之多了 變相的尷尬心碎 把車修好本來就是技工的職責 但現在修車卻還有獎金可拿 而且不只修車員工有錢拿 就連不修車的長官都可以分到一費根 平均薪水不高嘛 就跟隊員一樣啊 3萬塊左右 然後 提勞他們的基就是我們一個月 的那個獎金也是差不多4000多塊而已 什麼也才4000多塊而已 廠長說得輕鬆 每人每月4000多元獎金 每年就得多花人民876萬納稅錢 聽在老百姓額裡真的很不是滋味 也難怪議員落狠話 這樣的修車廠還不如廢掉算了 連內新聞歐瓦月嶺季祥 台北報導